6月5日由轩妍、丽丝汗等人主演的微电影《永不独行》在北京召开了手印里 作为一部讲述职业足球运动员生活的微电影 为了增加影片的真实感 该片导演毕善意特邀请了去年演员轩妍 担任影片中职业球员杨大鹏的扮演者 据了解轩妍曾是成都五牛队的球员 尽管轩妍在考入中央戏级学院之后选择了表演作为职业 但她的足球梦想依然没有泯面 从职业球员到专业的演员轩妍坦妍拍摄足球电影 可比平时打比赛还要辛苦 以前踢球的时候没有觉得累 拍的时候我怎么觉得那么累 然后我才感觉到真的是足球真的是一个持续一行 每天刻苦训练的一个运动 你平时不练就真不行 真跑 跑 快一两个镜头就喘得不行 而导演能不能卸 不仅该片男主角曾是职业球员 著名足球运动员郝海东 李懿高雷类也在片中有精彩的客串演出 乔豪海东在电影中的这两脚还真有点像当年驰骋银场的雄崩 不过他也探言这个电影拍的并不轻松 令他回忆起了刚刚接触足球时的种种艰辛和成长 在一次的青年队的比赛当中 那么自己的内侧缝人在撕裂 那么到后来的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比赛 自己在这个基隆坡的十强赛当中 自己的点球的 罚丢点球的这个这个技艺 这些都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遇到过一些挫折不顺利 有一些坎坷 但是呢 所有的这些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讲 不仅仅说你只有快乐你才能成长 你只有成功才能成长 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依然会得到一些人生的启迪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呢 自己会告诉自己要坚持 要最终你要走完你的职业生涯 你的运动生涯 而不是说单纯的遇到一点挫折以后 你就轻易的放弃